港区拘捕三个中大学生 接连同今个月11号大学站冲突有关 并且在夜晚去到中大学生宿舍手证 被捕三人包括中大学生会前会长邝卓熙 警员挨戒他去到善行书院的宿舍手证 夜晚近9点又警员持搜查令 去到中大和声、五言宣 和善行三间书院的宿舍 入学生房手证 其后带走生物 三个中大学生都在校外被捕 接连同今个月11号中大下学期开学日 跟大学站入口的冲突有关 当时中大保安组报警 说有大约8至9个人推翻和破坏围栏 以及向保安判不明粉末 当日已经有一个中大学生被捕